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扣腔的上面,上面那个有溃疡,上面那个牙龄,有肿有痛 哦,我... 白细胞是正常的 你说什么正常啊? 白细胞正常的,有白绵症 哦,我看到好多那个螃蟹啊 好多螃蟹在...在...在...在爬,好多螃蟹啊 好多螃蟹,好多螃蟹,一会儿跑到左边 一会儿跑到右边,一会儿跑到左边,一会儿右边 好像是在那个...还是那个上下大阪那边 上下大阪那边那个...应该上下大阪下游 下游那个地方啊,下游,有好多螃蟹啊 好多螃蟹啊,有好多螃蟹,有好多螃蟹 那个好多螃蟹的那个脚啊,够在那个大阪上 他想把那个夹着 夹着那个大坝上面,慢慢慢慢慢慢 来啊,回啊,来啊,回啊.就是像那个...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好多螃蟹 螃蟹在鸡巴 偏在下面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那是那个小飞碟 那小飞碟化妆成螃蟹的样子 然后再慢慢切割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它这样切割 不是我们想象的从底下开始拆 而是从上面开始拆 从上面开始 偏的位置比较高的 比如说原来霸面在这里 它就下来一点点 主要在偏上的地方 那是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慢慢割塌 慢慢慢慢往里边 慢慢慢慢割就去 慢慢慢慢割就去 割就去 好像 好像高度是五米 从那个最高浪向五米 先割就一个面 现在现在切个鸡 现在像切个一样的 切个一样的 慢慢往里边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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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切个 然后把面切个完了以后 把面切个完了以后 这个像面 切个完了以后 下面好多小螃蟹把它顶起来 把它顶起来以后 就抬起来以后 就往一个方向送 就往下游送 也就是说 最后呢 切就切克掉了五米 然后那个小肺铁就像那个 画上的螃蟹一样的 把它顶在上面 然后整体的往下游方向移到一半的时刻 重心在下游的时刻就 翻过来就滚下来了 滚下来 你说如果是这样的切克法的 那是安全的 如果这样切克的话是安全的 现在我就知道 它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连根拔几一下子滚下来的水冲下来 它就先切克掉一个面 切克掉五米 切克掉五米以后 然后它那个像一个好多那个竹层一样的 那个小肺铁在下面 它看起来像螃蟹 顶在上面 好多的螃蟹就顶在那个切克下来 现在也是螃蟹切克 切克完了以后 把整个面就抬下来 抬了一半以后 一下子翻过来就滚下来了 滚下来了 那么想象出来 它切克了五米 切克的五米还没到水面 那边还没到水面 然后应该来说再切克个五米 可能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切克 如果一百 一百九十五米接近两百米的话 它就一点一点来 一点一点来的话 那那就 这个过程还是挺安全的 你说我知道 它这个过程还是挺安全的 我知道了 这个切克的过程还是挺安全的 那这么说来 它是从 你说那个上 上面的牙医嘛 它是在上面 是在上面 是在上面 上面有土壳 叫天后表 也是溃疡 上面的神经 神经都经历 我们人家 神经不在土壳里面 它就是在整个一个面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坝 相当于一个大坝 相当于一个大坝 切克掉 切克掉五米 五米以后就一直抬着走 把它抬着走 这个就 对 抬着走 抬了一半一个 就滚下去了 滚下去了 能够领解 对 对 就这样 好 那就 各个信息 各个信息 其他地方 反正是抖啊 其他没有 其他人那边没有 那 那 那 信息就抖一下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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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后面有 牙齿有什么问题 牙齦有什么问题 即使告诉我在拍 这样就知道 一步步 它的进展了 啊 啊 好 那就这样啊 啊 啊 你说 石头键啊 我也是不是因为人 还是总 也总 你拍一下 还有什么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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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这个 我挂了啊 挂了以后 在 在那个 石头键啊